Hi 大家好 我是Yuli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全新的一期Yuli Talk 很多女生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惑 就是 比如说她遇到一件事情或者是开心或者不开心的 然后她就去找自己的朋友 她要叙述之后 本来她满心欢喜希望得到朋友的解答 但是朋友对她都是指责指责 说你应该想想自己有没有错 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如果你的朋友时刻都让你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那你还要去找朋友干嘛呢 你要他何用 那你自己在身上找原因就行了呀 有一个就可以马上检测 她是不是你真朋友的方法 就是你想一想 当你拥有在事业上或者是学习上 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成功 然后你非常欣喜的告诉他的时候 你朋友的反应是什么 如果他反应是跟你同样的开心 那他就是你的真朋友 如果他反应很冷淡 甚至是给你泼冷水 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就好像你的成功是瘟疫一样 对 这些朋友他们会拥抱你的痛苦 远离你的幸福和成功和快乐 这些朋友就是假朋友 但是你可以换一种方式 你可以告诉他你的一个噩耗 比如说你生病了 情感不顺啊 工作不顺啊 一切都很不顺利 你试试他们的反应 他们一定会说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然后嘴角抑制不住的往上扬 然后关了门之后回到家 那个beach 看他平时这么得意 活该吧 还有第二类朋友呢 他们就是非常的jealous朋友 他们是很嫉妒你的朋友 这些朋友呢 他们可能对你非常的关心 生活上呢 也会对你怎么说呢 无微不知 你就感觉他是一个family 他就像你的家人一样 对你照顾的特别的好 但是一旦你有一些 比较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或者是说 你特别伤心的时候 他会在你 他会无意间的给你泼冷水 或者是在你心上戳一刀 比如说 你特别伤心难过的时候 他就会在旁边很小声 说一下 哎呀你也自己平时 要检讨一下自己了 你看你有时候性格也挺那个的 还有就是 哎呀其实 你本来就不行啊 你干嘛要非得 强迫自己去做这种事情 你看搞现在多伤心 你看 第三类朋友 就是toxic friend 就是有毒的朋友 这种朋友呢 就是平时他都不会联系你 但是一旦他有困难和问题的时候 他就低刻想到了 你就赶快给你打电话 找你疯狂的找你 用各种微信电话 能找得到通讯公司QQ 全部都来了 当你平时找他的时候 他都是又是在忙 喝喝 而且这种人有一种表现就是说 你平时对他的问题的解决的时候 你跟他语重心长 你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 用生命在帮他解答疑惑的时候 他听完之后呢 第二次来又是同样的问题 又是问你同样的解决方法 你再一次用生命来帮他解决问题 去用生命去给他建议 第三次 你们想他还会做什么 那三个问题 我只想对些人说 好的 只有这个手指是可以用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h my god I love this topic 还有第四类朋友呢 他是把你当做摆设 就是你有利用价值 比如说你特别喜欢买单 你特别活络气氛 然后你是一个长得标志的人 总之把你带出去呢 你是有作用的 或者是你特别喜欢服务他人 你非常的considerate 你就是想帮助别人服务别人 那么他一定每次都叫善 至于你在party上开不开心 it's not like his business 他根本不care 你开不开心关他什么事情 你本来就是去服务别人 你就是去活络气氛 你就是去买单的呀 you got that 真朋友是什么 我想真朋友就是 他发自内心的欣赏你的才华 希望你过得比好还要更好 the best of yourself the expansion of the best of yourself 你的好朋友欣赏你的才华 希望你开心 希望你幸福 为你的每一次进入欢欣鼓舞 甚至比你自己还开心 然后为你的所有的难过痛苦 而痛苦而着急 他们就是那些在旁边欢欣鼓 为你鼓掌的人 他们非常的爱你 所以大家请相信自己的直觉 如果你感觉这个朋友 你在他身边并没有很舒服 然后你会每次都觉得心情很不好 甚至很困惑 怀疑自己怀疑人生 那你就把他甩了吧 还有一些不轻不重 没认识几面就是天长地久那种朋友呢 节约你的时间 生命有限 好吗 今天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你们能享受它 和真的学习什么东西 今天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